2018年10月14日,这一天注定要被钉在中国电视剧时的屈鼠柱上,国内电视剧三大奖之一的中国电视精英奖。 在第29届颁奖晚会上,把双杯搬给了迪丽热巴和李一峰,精英两年搬一次奖,分金杯和水晶杯两个杯。 简单通俗的理解是,前者代表业内认可,后者代表人气,上一届精英奖,胡歌拿到双杯,成为是志明辉的师弟,赵丽颖、王磊、佟丽亚拿到金杯,刘涛拿到水晶杯。 这一届精英奖,迪丽热巴成为是志明辉的事后,李一峰成为是志明辉的师弟,而张义、丁柳云获得金杯。 上一届精英奖,胡歌领奖前特意来到老戏,国理学院面前说,受之有愧,那是令人感动的娱乐圈的新货相传,转型十余年终于获得认可。 胡歌的获奖感言曾经刷爆网络,今天这个奖杯拿在我的手里,它并不代表我到了一个多高的高度,而是代表了我刚刚上路。 这是一条创新之路,也是一条传承之路,艺术是需要创新的。 但是追求艺术,敬业的精神是需要传承的,谢谢大家。 赵丽颖在听到自己名字的前一刻,还跳着二郎腿,一脸太热闹,那一天刚好是她二十九岁生日,那时的她已经有陆珍传奇。 珊珊来了,花仙虎等多付一番热剧,拿到奖杯后她说自己进步了,希望自己继续热爱表演并为之努力。 两年前的她还只是精英女神,两年后的她终于拿到奖项,前线照片中她凝视着奖杯,不知在想什么。 这一届精英奖,李一峰和麻雀中的面摊表演拿到双杯,在台上发表感言的她仍是一脸面摊,毕竟奖杯来得太容易,以她的演技,再多的感动也演不出来。 在台下作者的时候,她直接把两个奖杯放在脚下,回家后发的微博只有一个喜字,也是把奖杯一左一右摆在地上,敬畏心,不存在到。 迪丽热巴靠豆瓣4.6分,单拍韩居的热剧,漂亮的李慧珍中的智障式演技拿到双杯,昨晚公布奖项后到现在,李慧珍的豆瓣平分,已经降到4.3。 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,顺腹胸口的她努力扮演着惊喜,奈何演技,也是力不从心,毕竟出了几年来,她都没贡献过什么令人称道的作品,最爆的也只有在综艺中跟陆寒组的CP。 然而,就是这样的她,在这一届精英务劫里,凭借着李慧珍,拿到了精英女神,精英奖金杯,精英劫水晶杯,优秀电视剧,大满贯,微博照片中她喜滋滋的握着奖杯,说一切只是开始。 是的,2018年,漂亮的李慧珍和白鹿元,一起获得的优秀电视剧奖,迪丽热巴击败烟桃,袁拳,孙丽,杨子,成为事后,李一峰击败于何伟,张嘉义,柳云龙,何冰,甚至击败张义。 毕竟张义只有一个金杯,拿到试地,一切只是开始,流量和资本垄断奖项,才刚刚拉开序幕。 这一天,中国电视剧,名字已经被演网化了差几年前的百花奖,还只敢把配角奖项,颁给李一峰和任职了baby精英奖要来就来个大的。 以前那些真正认真她是演戏的好演员,因为没有流量,在剧本面前没有选择权,也拿不到那么高的片酬,还可以安慰自己,只要我好好演戏,还有可能拿到奖项。 对演员来说,有观众和业内的认可就足够了,现在,他们的一切都被抢走了,好好演戏是为了什么呢? 是为了来到这个两年一届的业界盛典,站在台下陪跑受足,看流量不屑一顾的手捧奖杯笑傲江湖妈,好像在同一家公司上班。 你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勤勤恳恳,年终奖却被日常矿工吊廊当的人拿走了,你还可以辞职,这些演员甚至无法拍桌,而且说,一生老子不奉陪了,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娱乐圈。 以后我们将越来越难看到好好演戏的人,和好好拍戏的人了,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李一峰,越来越多的迪丽热巴,越来越多的亲爱的李慧珍。 精英讲水到晚就上了热搜,夹男很快就被撤,各种钻子刷包网络,李一峰先增万号水草,水利芳,风生水起,风水宝地,仙妙大地,顺风顺水,迪丽热巴先增万号迪丽热水,迪丽水巴,水巴,针巴,以及第二杯半价,连班讲的和总微博热评也被攻占。 可是,以往很多时,情,一旦钻子话就会一笑而过了,这次却钻子越多越愤怒,因为,对普通的网友和观众来说,除了愤怒,我们什么也做不了,怎么会这么快呢? 才多久以前,即便出道就靠仙剑棋侠转,红遍大江南北的胡歌依然是不为任何的雷剧小声,拿到精英势地,他一路摸爬滚打走了十几年,八零后的那生女演员,即便唐烟都可以胜肖默,刘诗诗的步步惊心都那么火, 刘一杯为数不多的几部电视剧基本都合伙,却也只能作为流量小花的代表,担任一下并不表示对作品认可的精英女神,杨米的公所心欲在火,也只能拿水晶杯,还被炒这么久,赵丽颖的花钱骨在火,他也只拿到了精杯。 对这批女演员,大家对她们的标签,至今仍然是花瓶,可即便对这群花瓶,我们也能脱口而出此生,洛西,灵儿,姑姑,秦川,雪剑,小姑等一系列,让我们记忆留心的名字,而只有明星人设,没有演员人设,真真正正的花瓶迪丽热巴,却被打上了演技的标签,是的,2018年10月14月之后, 你会觉得简直有些心疼,曾经被如此冷嘲热讽的那些明星,他们比迪丽热巴差吗?并不是,他们只是早生了几年,没有赶上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好时代,当大家都在心疼陪跑还挡枪的杨子的适合,我却真情实感的更心疼张义,张义在获奖感言里说,我今年40岁了,我终于拿到了精英奖了,多心酸, 杨子还年轻,还有着大把的机会,而这些演了这么多年系的好演员,只能为这样一个迟来,却已经变质的奖项向大家致谢,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,张义拿奖后,播放,那挺长一段VCR倒进他演员路上的心酸,倒进这个奖杯子来之不易, 而对实力派演员来说如此来之不易的奖项,李一峰凭借着并不存在的实力,已经连续挖了三次,张义说,没有洛玉珠就没有这个奖,鸡毛飞上天,我当时曾经临系撒片剧品表达喜爱之情, 当时完全折服于张义的陈江和,烟桃的洛玉珠,而金烟桃与迪丽热巴同时提名,却败给了迪丽热巴,张义和李一峰同时提名,然后同时拿了金杯, 对,多可笑,无论是迪丽热巴吊打烟桃,还是李一峰跟张义演技一样,都像一出闹剧,对了,李一峰的麻雀,我当时也写过剧品,因为他演员太差,实在忍不住熊熊燃烧的吐槽剧,张义还说,他七十岁的老父亲不懂投票,但是还发动周围的人给他投票,现在他可以休息一会儿了, 是的,他的老父亲确实什么都不懂,这个奖项,不是扣你投票投出来的,观众的投票有谁会在意呢,杨子也曾天真的以为投票就能拿到奖呢,所以,观众在愤怒再恶心又怎样,观众以后只能看李慧珍又怎样,他们根本不在意,安哲卑鄙曾经说字,即应该拿大满罐,那不是妄言,这一天很快就回到了, 2018年10月14日,中国电视剧《足》 《足分装有念》 《足分装有м器》 《足分装有 ان口发美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